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这古城的旁边就是国道 这路上是车来车往 这路人也不会停留多看了一眼 但是这座古城 可是大明王朝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一次明朝历史上巨大的事变 从此土木铺这个地方被载入了史册 当我说到这的时候我相信大家肯定会有争计 到底是读土木铺还是土木宝 我是个人习惯读这个土木铺 已经有一个地名就是马家铺 这个铺字代表的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该叫什么这个争议并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这座城里发生的历史故事 这座古城东西长是有一公里 南北宽是在500米左右 城墙的高度大约是在7米左右 在明朝时期 这个土木铺这个地方都可以说是前线的 如今已经完全看不出 这座古城原来的样子 现在这些城墙的遗址 严格的来说 也不是明英宗时期的样子 在这个村里走的时候 发现了 一段城墙 这个城墙是土木城当时的西城墙 在这个土木铺之变以后 明朝 重新修复了这个土木铺这个地 当时这个城 是一个船型的造型 在几十年前 当时这个土木铺的城墙还在 城内呢也是有很多的古建筑 最初这个淮来县城 是在关亭水库旁边的卧牛山一带 后来因为修建这个水库 新的淮来城 就迁到了原来的沙城镇 也就是说土木铺这个地方 是在新城和旧城之间 当时是有很多的建筑 都是用来建新城 这城墙上的砖 基本上也是没有了 只剩下咱们眼前 这几段 夯土墙了 在这个1449年8月 一位皇帝在这里被俘虏 历史上被俘虏的皇帝没多少 最著名的就是北宋的 惠亲二弟 这两位是比较惨 其实咱们说的这位皇帝 跟他俩比起来的话 这运气简直是好太多了 这就是明英宗 朱起镇 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影响大明王朝重要的事件 土木之变 这朱起镇 就是在这座城 被瓦剌俘的 在这个外面呢 有一个非常大型的停车场 停车场前面有一个石牌坊 这个石牌坊上面写的是 明代 土木之变遗址 石牌坊穿过来以后 大家看我周围 一片荒地 只有我身后有一个小土坡 这土坡上有一个小亭子 咱们一会上去看一下 这个朱起镇 是明宣宗朱湛记的长子 他继位的时候 年仅八岁 他爸呢留给他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但是他成年以后 团队里很多人 这年纪都已经老了 比如当时三阳中 只剩下的阳谱 这个时候的朱起镇 只信任一个人 这就是宦官王振 当时这个瓦剌侵犯大明帝国 这个时候的王振 居然怂恿皇帝 御驾亲征 话说回来 这朱起镇还是愿意去 如果他不愿意去 十个王振都呼吁不动他 于是呢 率领着号称五十万大军 奔前线了 但是实际是有二十多万人 他这一路上 朱起镇想着他太爷爷朱弟 想着他爸朱瞻基 觉得自个呢 也是能闻能武的皇帝 此时的朱起镇 豪情壮志 认为此仗必胜 振兴大明王朝 但是当他走到大同的时候 前方战报 明军大败 这个时候的王振 有点慌了 赶紧下令大军撤退 但是他们来的时候 走到居庸关 撤退的时候 却走紫禁关 这明显是绕路的 这个紫禁关呢 是在河北一线以西 需要走大量的山路 不过王振 有自个的想法 他想带着皇帝 去一趟他的老家 来一场所谓的 一景还乡 然后呢 他下令 这大军不能踩坏 自个家乡的庄稼 因为呢 会被乡民拓满 也有可能啊 这些地 都是他们家的 但是这个大军 走着走着 又开始下命令 后队变前队 决定走军官 这个时候的瓦剌大军 已经在追赶他们 皇帝派去断后的大军呢 全部失败 当他们走到怀来附近 土木铺的时候 决定大军在此扎营 这个决定不用猜 肯定也是王振的事 土木铺这个地方 四周虽然是有城墙 但是呢 他有一个致命点 就是没有水源 20多万大军 驻扎在这里 完全就是自个 把自个逼上绝路 没过多久 这瓦剌大军杀过来了 先采取围成策略 围了一天 这瓦剌突然一合 开始撤军 这个王振 没有看出这些计策 赶紧派兵出城 找水源 这个时候 瓦剌大军 及时杀了回来 因为一个宦官 和一个没有主见的幼稚皇帝 几十万大军 在此全军覆没 王振呢也是被皇帝身边的武将 樊中 当场打死 随后 明英宗朱启镇 也被活捉 朱启镇从这被抓的那一刻 他才真正的从一个男生 变成了一个男人 如今这座城 已经看不到任何当时的历史遗迹了 但是呢 这个地儿依然是明朝 最伤心的地方 因为明朝 当时所有的精锐 都是从这儿 全军覆没的 而且当时的大明皇帝 也是从这儿 被俘虏的 当说到土木之变的时候 就不得不提 于谦 这皇帝被俘的消息 传到北京 当时这朝堂上是非常的慌乱 于谦呢 当即立断 决定用力 朱启镇的弟弟 朱启玉为皇帝 后来组织了北京保卫战 成功的保住了北京城 也保住了 大明王朝 我现在已经爬上了这个小土坡 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 晒着太阳 看着前方一片荒原 我就在想 当年这个朱启镇 是不是曾经也坐在这儿 只不过呢 他是很无助的 看着北京的方向 不愿意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观众的朋友 咱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